电池衰减 车随严重 多地公交线路被迫停运 中国新能源公交车遭遇困境 新能源电动车到底该何去何从 近日 全国多个地方都爆发了公交车停运潮 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出现严重问题 导致这些公交线路不得不暂停运营 像是在河北的宝定 以及湖北的黄石等地 就先后被爆出电动公交车停运 夏季不敢开空调的新闻 将新能源公交车推上风口浪尖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湖北黄石的鸿泰公交公司 于2016年至2017年分两批共向亚兴客车 购买了142辆纯电动公交车 目前已有46台完全不能用 加上由于电池严重衰减而影响使用的车辆 以及运营困难的车辆大概有70台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河北宝定已因公交停运事件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宝定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回复称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公交客运量骤降 公交运营收入不足正常经营的30% 并始终处于低迷状态 公交公司经营资金异常紧张 同时首批购置的纯电动公交车动力电池 已超出质保期限 存在安全隐患 已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 被迫全部退出营运 公交玉力安排受到了严重影响 而在河北的曹县 虽然如今正值高温天气 但是对曹县交运有限公司和200多名公交司机来说 难熬的根源可能不只是天气 还因为曹县在2018年底所购入的200辆新能源公交车辆 据了解 理论续航220公里的这批车辆 如今电池还未过保修期 其实际续航就只有三四十公里了 如今曹县公交公司用了还没几年的200辆新能源公交车 就已经有35辆直接趴窝 72辆因电池出现严重问题而被厂家锁定 车辆几乎处于报废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这批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公交车 在上路之初就大面积遭遇电池故障 因而绝大部分没有在2019年跑满3万公里的标准 也使得曹县公交错过营运补贴的末班车 在公交全盘电动化的背景下 曹县公交的遭遇早已不是个案 并且曹县的遭遇与保定 黄石 商丘等 全国多个城市公交系统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 事实上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 不仅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崛起的十年 也是中国新能源公交车快速发展的十年 数据显示 中国公交新能源渗透率 已经从2012年的10.8% 增加到2022年的98.8% 取得了显著成绩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向荣直言 公交领域是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开路先锋 据统计 从2014年至2022年 我国新能源公交车总量从3.7万辆增至52.9万辆 占比从6.9%增至77.1% 8年累计增长14倍 然而 随着新能源公交车的快速发展 许多问题也随之而出现 在最近一两年时间里 时不时就会传出一些城市公交停运的消息 有公交公司直接表示 他们被迫停运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新能源公交补贴政策的调整 以及电池衰减导致的运力下降 根据政策规定 在2022年底之后 购买新能源车已没有国家补贴 这需要换车的公司压力倍增 与此同时 公交公司以前购买的大部分新能源公交车 迎来换车换电潮 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缺乏补贴 车损车耗严重 公司亏损严重等原因 部分公交公司面临运营困难等问题 甚至影响到公共出行 这甚至让不少人产生疑问 新能源公交车到底还能不能行 对于公交企业面临的困境 一直以来都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 客流的减少是客观事实 书记显示 2014年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量 为781.88亿人次 到2019年 已减少至691.76亿人次 每年同比降幅 在0.8%至3.6%不等 客运量下滑明显 同时 公交公司的运营成本 则在不断增加 在9月7日举办的 2023公共交通行业发展研讨会上 有公交公司负责人直言 公交是典型的劳动密机型企业 其成本构成中 人工成本占大头 接近50% 上述人士表示 在人工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 在智能化的背景下 能耗 保险修理 以及偿债等费用等成本 不仅来以大幅度下降 甚至还要不断加大信息化的投入 而很多公交公司的票价 十多年来 大多是一元 两元 或者是三元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但即便如此 客运量仍不断下降 从而导致运营收入 难以实现增长 并外 地方财政收入 也发生了变化 对于公交领域的支持力度 也在发生偏移 宇通客车在此前发布的 公司经营评述中 提及风险因素实称 无论是公交市场 还是客运市场 下半年需求 都面临下滑风险 地方财政收支运行 持续仅平衡 公交企业经营 持续亏损 公交市场需求 存在下滑风险 同时 客运市场受高速铁路 乘际铁路 和私家车的影响 市场需求 存在进一步萎缩风险 我们都知道 电动公交的成本 很大一部分来自电池 但是电池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衰减 这就制约了 公交车的使用年限 如果要更换电池 或者直接更换车辆 公交公司 目前普遍无力负担 商丘公交 在此前的停运公告中 就表示受疫情冲击 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 财政补贴不到位 等多种因素叠加 导致公司亏损十分严重 员工工资拖欠 无力继续经营 刘向龙表示 国内电动公交车 在2015年前的 每年购置数量 不到2000辆 但2015年后 年均购置数量 达到6万辆 公交企业要求主机厂 8年质保 电池更新 购置标准定为8年 目前 退役电池数量激增 刘向龙还说 目前 电池余能检测费用高 动力电池换装 无选择空间 整车企业配合 电池换装缺乏依据 换装电池后 公交企业存在责任风险 就电池回收渠道 不够健全 除了电池更新问题 冰雪等灾害 对于电能的稳定性 以及对车辆技术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公交车是全国交通运输领域 率先实现低碳转型的行业 目前 新能源公交车发展 需进一步解决三大问题 一是城市新建充电站 土地资源紧缺 配电网扩容受限 二是暴雨暴雪等极端天气 影响车辆服务能力 第三 早期纯电动车 开始进入动力电池批量退役期 在存量市场中 不少针对电动公交的金融产品 也开发出来 比如电池租赁 通过租赁电池可以解决电池衰减 和初期购置成本高的问题 据报道 深圳东部公交 就通过对电动车进行融资租赁购置 对电池进行经营租赁的混合租赁模式 减少了企业一次性投资额实现轻资产运营 同时确保电动车后期运营维护质量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教授范文博表示 公交电动化对全社会是好事 可以减少碳排放 保护环境 推动技术进步 但补贴退坡后 给公交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压力 以及充电计划和调度计划等运营挑战 这些问题 只靠公交企业 自身是难以解决的 也需要靠政府财政和政策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